孙子兵法十三篇 第十一篇 九帝篇 孙子说 从用兵的原则看 兵要的理可以区分为散帝 清帝 征帝 交帝 渠帝 重帝 匹帝 围帝 死帝 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 称为散帝 进入敌国潜进作战的地区 称为清帝 对敌我双方作战都有利的地区 称为征帝 我军可以往 敌军也可以来的地区 称为交帝 各国相邻 先抵达就可以得到诸侯列国援助的地区 称为渠帝 深入敌国境内 身后留下众多为功课的敌人诚意的地区 称为重帝 山林 险祖 沼泽等难于通勤的地区 称为匹帝 进兵道路狭窄 退兵道路于远 敌人可以以少胜多的地区 称为为帝 急速奋战就能生存 不急速奋战就会父王的地区 称为死帝 所以 深处散地不宜作战 在清帝不宜停留 遇上征帝 不要贸然进攻 碰到交帝 行军队伍不要断绝 在取帝 应结交诸侯取得外援 深入重帝 正要掠取羊草 在匹地上要迅速通过 陷入为地要设计 用谋摆脱困境 在死地应当奋战求生 古时候善于用兵的人 能使敌军前锋后卫不相侧应 主力部队与小部队不相依靠 官兵不相救援 上下隔断无法收拢 士族离散难以集结 上阵作战时队伍不整齐 而我军有力就打 无力就不打 试问 如果敌军人数众多 阵型整齐地向我推进 以什么办法对付他呢 回答是 先剥夺敌人最关键的有力条件 那么 他就不得不听从我们摆布了 用兵的道理在于神速 呈敌人措手不及之时 由敌人预料不到的道路 攻击敌人缺乏戒备的地方 通常深入敌国境内作战的规律是 越深入其腹地 我军军心越加凝聚 从敌国风俗的土地上掠取粮草 足以攻击三军使用 注意修整部队 不要其过于疲劳 养精蓄锐 调动部队 巧设计谋 使敌人无法摸清我们的企图 将士族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 他们战斗至死也不会败退 既然士族宁死都不会退走 怎么会不殊死而战呢 士族深陷危险 境地就不会惧怕 无处可走必然军心凝聚 在不得己的情况下 就会奋起叛斗 所以 他们无需整治就能注意戒备 无需抢求就能完成任务 无需约束就能紧密团结 无需申令就能遵守纪律 严谨一心 借除士兵一律 他们就致死也不会退避 我军士族没有多余财物 并不是不喜爱财物 不贪生怕死 并不是厌恶长寿 每当作战命令发布之日 士族们坐着的泪洒衣襟 躺着的泪流满面 将其置于无路可走的境地 就会像专珠曹创一样 勇往直前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 能使全军如同帅燃蛇一样 帅燃是横山的一种蛇 打他的头 尾巴就来就硬 打他的尾巴 头就来就硬 打他的腰 头尾都来就硬 试问 能够使军队像帅燃一样吗 回答是可以无人与阅人相互仇恨 但在城同一条船过河时遇到大风浪 他们相互援救 就像人的左右手一样不分彼此 所以想采取附助战马 掩埋车轮等显示拼死决斗意志的办法 是靠不住的 要使将士勇敢作战如同一个人一样 在于管理教育德法 要使身体强弱不同的士族 都能发挥作用 在于适当利用地形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 能够使全军上下携手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 因为客观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这样 统帅军队 思虑要冷静深刻 管理要严格而有条理 要蒙蔽士族的耳目 使其不知小机密 要变更军队部署 改变既定计划 使敌人无法识破真相 要改换军队驻地 迂回行军 使敌人无法推测武军意图 将帅向部队下达作战任务 要像令旗登高后抽掉梯子那样 将率命令士族深入诸侯国腹地 就如同激发管机射出箭矢那样 对士族如同驱赶羊群 赶过去赶过来 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 集合全军将士 置之于危险境地 这就是统帅军队的要点 九种不同地形的处置 进兵退军的力比得失 将士的心理状态 都不可不周密考察 在敌国境内作战的通常规律是 越是深入敌国腹地 军心就越稳固 进入敌国境内越浅 军心就越容易涣散 离开本土前入敌境作战的地区称为绝地 四通八达的地区称为渠地 进入敌国纵深的地区称为重地 进入敌国境内不深的地区称为清地 被靠险祖前有爱陆的地区称为为地 无处可走的地区称为死地 所以深处散地 要统一将士意志 深处清地 要使各营阵紧密相连 深处征地 要让后续部队迅速跟进 深处交地 要谨慎防守 深处渠地 要千方百计巩固于诸侯各国的联盟 深入重地 要保证粮草供应不乏 深处匹地 要迅速通过 陷入为地 要堵塞缺口 深处死地 要显露出拼死一战的坚强决心 这便是用兵作战时的特有情势 被围困就会竭力抵抗 形势险恶就会被迫奋力拼斗 陷入危境就会乖乖听从指挥 所以说 不了解诸侯的计谋 就不能先与之结交 不熟悉山林 贤祖 沼泽等地形情况 就不能行军 不使用向导 就得不到地力 这些方面 有一方面不了解 也不能成为称王争霸的军队 凡是称王争霸的军队 进攻大国就会使他们来不及集结兵力 兵威施于敌人头上 就使其盟国无法配合侧应 所以 不必去抢着与天下各国结交 不必在各国培植自己的势力 只要施展自己的战略宏图 将兵威施于敌人头上 就可以攻陷敌人的诚意 摧毁敌人的国都 施行打破惯例的奖赏 颁发不拘常规的号令 指挥全军就如同指挥一人一样 交代作战任务 但不讲明战略意图 使之完成危险任务 但不指明有利条件 把士族置于危险禁地才能转危为安 把士族投入死亡之地才能起死回生 军队都陷入危境 然后才能夺取胜利 所以 用兵打仗的秘诀 在于谨慎判明敌人的战略意图 集中兵力与主攻方向 千里奔袭 斩杀敌将 这就是巧妙用兵已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因此 在研究战争方略时 要紧闭关门 废止通行福洁 禁止诸侯国使臣往来 在庙堂之上反复筹划 做出战略决策 敌国一旦出现可乘之机 必须迅速挥兵进入 首先夺战关键的战略要地 但不要轻易约期决战 要灵活地根据敌情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所以 开战之前要像处女那样沉静 引诱敌人放松戒备 战斗打响后要像脱逃的野兔那样急速 使敌人来不及抗拒 谢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